又来喂小鸡了 今天打牧草打给鸵鸟 打多了一份 从现在开始 这个小鸡也开始喂草了 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死的 吃吧 你居然能飞上这里 看来很快会飞咯 今天居然一个死的都没有 太伤心了 昨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个 斗鸡神器 就是这个声音 你看我一放 所有小鸡都安静下来了 今天又过来隔壁村盘一个果园 进来的话免费吃 带出去是10块钱3斤 日落果园人家里面 带走的10块钱 哦 那你还没有厂了吧 红干产 正宗联光的红干产 大块有多少毛果园了 10毛 没想到这么小一颗也能打果了 因为老板的年纪比较大 不懂得销售 到时候全部熟完批发出去的话 那个价格会很低 所以附近的人想吃的话 可以过来红缆 酒粒这里自己摘 大部分都已经熟了 而且的话每颗打的量也不少 试一个甜不甜 力度没有那么大 虽然是免费吃的 也不能浪费啊 又是实现橙子自由的一天 这些水滴在手上都是黏糊糊的 差不多搞了一桶半 26斤酒 两麻包 今天可以清场了 把这里面所有的工具都搬走 然后就这两天准备放机出厂 这里用网格开了一个隔离篮 到时候里面就放几十个拖纹机 用来做种的 留着生蛋 这里还做了一个双层门 如果单个门的话 怕你一开门 那个机就撞出去了 所以就做一个双层的 进来就先开那个 然后把它关起来 然后再开这个 哪怕它飞出去 外面也有往挡着 所以这样就能预防它飞走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上